你是否曾遇到在拍摄人物反弹时 面对一堆反弹的初简觉得非常头痛 或者在拍摄完成后才发现打光有问题 别担心 无论你是视频制作新手或老手 智能剪口播和智能打光的AI功能 都将简化你的工作流程 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探索这些功能吧 首先我们来谈谈智能剪口播的功能 这是一项强大的语音辨识技术 可以将视频中的语音自动转换成字幕 大幅度的节省我们在后期制作中的时间和精力 打开剪映后点击开始创作 现在我导入一段反弹的视频 我们先播放看看 请问一下破壁到底有什么样的关键技术呢 然后你就是在打那些坚果类或食物类的时候 还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小费者新鲜而且完整的营养呢 破壁这的确是一个技术 它技术成分含量很高 它必须要非常强大的马力 而且这个马力不是一般我们讲的 目前这段视频有些噪音 我先选择音频选单 启动音频降噪的功能 过去这个功能是免费的 不过现在只要月缴人民币30元 或年缴168元的人民币 就可以使用所有的VIP功能了 注意是人民币而不是美金哦 我们在听听降噪后的音质是不是好很多了 一批两批的 它至少都超过三批四批五批以上的 而且转速要快 在瞬间能够把这么坚硬的细胞币 现在先暂停 接下来点击编辑工具中的智能检口播选项 启动后系统会自动辨识视频中的语音 并将它转换成文字字幕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秒钟至几分钟 现在分析完成了 我点开这个标记无效片段 可以看到这里列出这段视频 有五个停顿 15个语气词 而原始的影片长度是一分钟 我直接点击删除 将列出来的停顿及语气词全部删掉 可以看到视频长度缩减成49秒了 而原先的标记无效片段都已经被删除 先将时间轴放大后 再从头播放看看 请问一下货币到底有什么样的关键技术呢 你在把那些精果类和食物类的时候 还可以提供给我们早费者新鲜而且完整的营养 货币 这里先暂停一下 这个停顿应该要保留 可以点选被删除的停顿 再点击恢复 就可以恢复原先的停顿时间 我们看到时间轴上面这一段白色的区域 就是恢复的停顿点 我再播放一次这个段落 是不是觉得比较流畅了 再从头播放一次 请问一下货币 我想要删除第一个字 只要点选要删除的字据 再点击删除就可以了 我再继续播放影片 这个语气词也可以删除 同样点选这个语气词 再选择删除 大改进的建议 目前这个文字编辑区 还没有修改措置 增添文字 或者是做文字的分段等等编辑功能 但是以剪映改版的速度 相信不久就会有所改进 现在我先关闭这个文本区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智能打光的功能 在不需要专业照明设备的情况下 通过后置来改善视频的光线效果 尤其针对视频中 人物的光线照明方向色温等 这对于在光线不理想的环境下 所拍摄的视频尤其有用 现在我选择这个视频的片段 然后进入画面的效果选单 往下浏览 找到智能打光的选项 在这里可以找到多种预设的光线效果 我们预览一下这个创意光效 看起来还是非常炫的 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 视频氛围的效果 然后进行微调 今天我只需要用到这个基础面光 在基础面光的选项中 有氛围暖光、温柔面光、金属亮光、清晨阳光等四个选项 我选择温柔面光 往下滑动还可以看到光源细部的调整选项 点开光源类型分别来测试一下 看看点光源与平行光的差别 这里我选择平行光 对象的预设是人物 这里还可以改变光源的颜色 为了清楚呈现光源的范围 我先将强度光源半径 光源距离调到最大 点击光源1右边的加号 可以新增第二个光源 这里的光源类型预设为点光源 我将它改为平行光 再点开对象选单 里面有人物背景 全部等三个选项 我也选择人物 将光源强度调到最大 接着将光源1与光源2 调到最适当的位置 再来微调光源半径距离与强度 现在我们来看看调整前 与调整后的差别 最后我们再选择美颜媒体的功能 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看看调整前与调整后的差别 那我们融机的破皮黑字麻将 重点就是说 击破掉 一般击破的技术 就跟研磨的技术 就差异性很大 那我们融机的破皮黑字麻将 重点 目前检印还没有复制效果的功能 所以需要将分段的视频 创建组合之后 再做智能调观 与美颜媒体的效果 另外也要注意 不要调整过度 通过今天的教学 我们了解了如何利用 检印的智能口波和智能打光功能 来提升视频制作的质量和效率 现在就开始使用这些功能 让您视频的制作更上一层楼吧